我是个杀手 我莫德 你是不是白痴啊 这么大条马路也能被车撞 人家都怀疑我们是来碰瓷的啦 本大爷才不是白痴啊 我只是走神了而已 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裤子是在过马路的时候 看到美女才会被车撞的 你这魔女怎么什么都知道 是不是偷偷在我身上放摄像机了 就你那点话头 还用人放摄像机 随便一想就想出来了 因为裤子的看美女走神 能不能不要强调是我啊 好的 因为某白痴的看美女走神 算了 你还是直接练我的身份证号吧 总之因为这件事 那辆卡车出了不大不小的车祸 目前被警方保管着 我们的任务 难道和那辆车友吧 根据我的独家情报 那辆车里除了司机 还藏了安全部门的头号通缉犯 我需要你们去帮我干掉它 万一情报错了 岂不是白痴 所以我已经让可乐提前去侦查了 你待了这么半天 就没发现房间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吗 我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那辆户车里确实还有其他人 他们现在正开心地吃着午饭 可恶我的肚子也饿了 我没让你看他们吃饭 我想让你看看另外那个人 是我们的目标嘛 已经确定是他了 但是光好接近啊 那辆司机好像并不知情 我就想个非常巧妙 且不留不破绽的方法的知识 哪来那么多麻烦事 看我直接上 你好我能坐这吗 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 等等我怎么好像觉得你有点眼熟 该不会是那个被我撞了的人吧 被你发现了 啊好痛我的腿要断了 我的胃也被撞了 我后外生的医疗费都要你来付了 你不能随便讹人啊 我可不是故意撞你的 啊好痛啊好痛啊 我要不行了我要死了 啊救命啊有人喷死啊 好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 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用这种办法支开他 刚好被撞了 这就叫不撞白不撞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这次任务完成的很棒 那家饭店里正好没人 我稍微花了点钱 就把老板的嘴给堵住了 不会儿给你们发报酬 啊难得能这么轻松的拿到钱 希望这次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什么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 啊我心脉的木屋房了 就是他笨子快去抓他 这次我特地叫他警察叔叔来 叔叔交情嘛 有没有听我解释啊 我是被冤枉的